有人问说王老师我今年犯太岁 我是一年不顺还是连续三年都不顺呢 其实我们要明白太岁是当年之太岁 也就是说犯太岁肯定是持续一年的 就是在这一年之中它的运势不好 并不是说前后三年都不顺 它的持续时间一般就是从当年的历春开始 到第二年的历春 比如说你在2023鬼某年犯太岁 它其实的真正开始时间是2023年2月4号历春开始 到2024年的历春截止 也有人说我确实是倒没了三年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就是跟刘悦的关系 比如说会导致我们的坏的运势会提前或者是脱后 为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的生肖是输马的 无马 你在2020年庚子年的时候 因为这个子午冲会犯太岁 但是在2019年几亥年的子月 也就是阳历的12月左右 它已经有了一个子午冲了 就是流月的子水会去冲你的这个太岁午火 这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犯太岁提前到2019年了 另外比如说你生肖是属鸡的人 就是有鸡 在2023年古一某年 因为地质的某有冲 它也是犯太岁 但是呢 它不是说2023年结束了 这个犯太岁就没有了 往往你会发现 到了2024年的这个某月 这个流月的这个某木还会去冲你的这个生肖 你的太岁这个有机 所以说呢 这个2023年的犯太岁会持续到2024年的某月 一般也就是阳历的三月 所以说呢 犯太岁它有可能会提前或者是延后 但是一般不会超过三个月 也不会提前或者是延后一整年